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三下午的每周一股 身边嘉宾邀请来Jason Jason 你好 翁 你好 稍后Jason会和大家推介他的心水股份 推介之前同样地要做回顾 上次Jason在每周一股推介的股份 就是腾讯股票编号 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700 上次推介的时候 恒指五收是30,336点 而今次五收是30,960点 上升超过600点 升幅超过2% 而腾讯的表现上次五收是418.2 而今次五收是421.2 升了3元 升了1% 而当时Jason的投资建议 码价是410元 目标价是500元 而止涉价是360元 而期内最低也见过397.6 相信大家都有买到这股份 Jason 你的策略有没有改变 都会叫大家继续持有 是吗 我都抓住了 这一次推介就是两个星期之前 因为上个星期放了价 就没有做推介 所以现在回顾两个星期之前的市 当时看到市跌下来 腾讯都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亦都跌到400元以下 但很快就见到股价弹上来 都弹得挺不错的 如果之前跟着部署做 410元买了的话 我建议都可以先拿着 虽然你说在今年 可能未来三至六个月 未必说这么快上到500元 这个目标价 但我觉得未来还有条件 可以试分去440多元 至450元这些位置 所以现在一段 我建议都可以继续持有 好 我都会继续持有 Jason 好了 和你回顾完之后 当然就进来我们今天的正题 就是推介股份 其实见到港股 今个星期回来 势头和气氛都好不少了 见到现在暂时连升第四天 暂时报30871点的恒指 想问你 现在这个市况 Jason你有什么股份 推介给大家呢 这一排市场的指数 都弹得很多 个别一些板块 就更加是跑赢 恒指整个升幅 今天要推这只股份 那个硬板块 也都是属于其中之一个 是做得相当之好的一个板块来的 就是一些风电相关的股份 或者你看到这一排的风电股 或者公布的营运数据 第一季发电量的数据 全部出来都相当之飙青 也都见到很多大行 是出了一些报告 是重新唱好这个sector的 今天推这一只 就是不属于一间叫做龙头的公司 反而就是一些叫二三线 但是数据出来都是相当之靓仔的 说的是956新天绿色能源 好啊 首先就跟大家看一下新天绿色能源 2017年度的全燃业职线 看到营业百方面同比变动升了六成一 经营利润都升了四成三 而股东应占日理就升了七成三 而务利率方面 就下降了0.1个百分点 而经营利润率就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至于纯利率就上升了0.9个百分点 而政府债权益比率就上升了1个百分点 首先就有两个问题 想问问Jason 看到营业百和纯利 也有个几好的增长 有六成一甚至有七成三的增长 是不是都很满意收货呢 不过有点想问问 但它的毛利率就有下跌 这个是不是大家要挑剔或者要留意的地方呢 是的 因为去年本身内地的天然气消费量方面 都有个很明显的回升 由于本身这家公司两范业莫又做天然气的销售 另外一方面就做一些风电的新能源的发电 其实都能够受惠去年整体的经济增长和国家政策 继续推动环保这个概念去导致的 刚刚说到就说在天然气方面消费量升 就令到它液压有个多大的增长 另外就是风电那边也都是有个很大的贡献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顺利方面呢 这次它升七成多都属于是 具上的几年就升幅是比较大的一年来的 之所以这个毛利率有个轻微的售额 就是来自它那个是天然气业务的部分的 因为说风电其实业务的那个毛利率 去年岸年是有得升的 但是相反地天然气销售那个毛利率 就由2016年的12.4%就跌到去年得到11.6% 这一方面都是因为整体那个门站的 气缘的成本价格就不断提升 令到公司方面在入气的时候 都要捱一些叫贵一些的气缘 在那个成本转价上面也都不是立即做到 导致毛利率方面有一个轻微受压的情况出现 好啊 看完那个全年协职之后 就和你们和Jason 看完业务分布方面 其实集团可以说是半截然气股 半截的新能源股来的 之前就要以这个天然气的销售为主 但是慢慢由这个图表都见到 见到风电及光复发电 其实都可以说慢慢爬了上来 占比率都越来越多 分布日历都达到16亿元 和美变动都上升了六成 接下来这个走势是否都会持续呢 J先生 是的 见到在去年 本身如果计过盈利的分布 就是以风电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虽然这一部分的收入就是低于天然气的销售 但是如果你计算两者 刚刚都提过的毛利率的分别 天然气的毛利率只有十几个百分 但是风电或者太阳能发电的毛利率 去到接近六成 所以即使你说风电的收入好像是少一点 但是计算利润方面 赚钱能力方面 就相对是会叫高一点 而且都可以留意 因为天然气销售 今次这一个显示出来的分布日历 就未计算那些减值的 可以强调一点 就是去年公司 都因为有一个天然气的客户 那条数就收不回 做了一个坏仗的减值 那个减值的金额都有1.56亿 所以如果你说将这个减值都包含下去 基本上去年天然气销售这个业务的盈利能力 相对都不是真的属于那么高的 好啊 今天我们就就着这两个业务 跟大家分析一下956的股份 首先就看看它的风电业务 你看到956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风电业务表现稳健 当然也要看看它的装机容量 就是它的发电的能力 这个图表可以看到 就是装机容量就是一个棒棒 而同比变幅就是一条线 刚才我都问到Jason 我看到同比变幅有货门或者下降的情况 Jason 你说正常的 因为始终这个基数都越来越大了 唯独我想特别问的就是看到装机容量 其实你看到都可以不断地攀升 对比起同业其实它是不是都比较进取的呢 如果你计整个装机容量的total的数量 新铁绿色能源不算叫做龙头的 即是如果计算规模 它比较龙元 比还能生能源等等 都是为之小 它现在说到去年年底 那个总装机的累计容量 都是大概3400MW 就不算是特别大的 但它胜在每一年新增的容量 都能够保持到的 即是像去年它新增500多MW 比起前年来说的新增量没有明显的减低 但如果你看到像龙元电力 或者是华能生能源 其实去年的装机容量新增的部分 就比起之前那几年 是有个明显的下降的 去到2018年 即是今年和去到2019年 其实公司都有个目标 就是预计每一年的装机容量 都能够保持到400-500MW 这一个幅度虽然都不算是特别大的 但至少都可以和过去那一两年 就持平 就算是跌的 都不见得到一个很大的跌幅 这一方面比起同业来说 它都算是较较进取 原因就是它本身那些风电场 都集中在河北省的地区 这个省份在气风限电的问题上 就没有那么严重 还有整体的利用小时都比较高 令到它在新增装机的容量上面 都会较为有一个优势 好啊 接着当然也要看集团的发电量 还有平均利用小时数 即是利用率 由图表都可以看到 其实两者由2015年开始 慢慢回升 看到当中的利用率 就更加去到2392个小时 可以说是创了新高 那程度上 Jason有没有啟示给大家 会不会都意味着 可能气风限电的问题 都有所舒缓了呢 是的 那我们看风电股 大家都应该有印象 前多几年我都不断介绍这个版块 叫大家看一个最重要 最关键的指标 就是利用小时 即是其下风电场的利用率 究竟是升了还是跌了呢 都看回一些风电股在2014年2015年那段 表现比较差的原因 就说当时很多一些 好像来蒙古啊 新疆啊等等这些 主要风力发电的地区 那个气风限电问题很严重 就是说他们有风也好 但是面对着一个电网销納得 不是那么足够的问题之下 就令到那个利用小时 就下跌至2000个小时都没有 但是去到2016年 就见到有些国家政策的扶持底下 就是要求那些电网公司 要买多一些新能源 要给一些配额的一些发电企业 要生产多一些新能源 还有多了一些长输的管道 来到配合之下 就令到这个问题相对是叫做舒缓了 那再加上那个是风力的程度 就是风速方面 也是在去年开始有个明显的回升 那变相就带动了那个是利用小时 其实就不只是说这间公司的 就整个行业 由2016年都是有个复苏 那甚至乎在去年来说 见到新天绿色能源的利用小时 都去到接近2400个小时 都是属于一个相当之高的水平 无论去比起自己过去10年的营运表现 或者比起其他风电公司同业的表现 它都算是挺理想的 那我都相信这个利用小时 当然就不能够每一年都再可以 就是有个不断上升 但是它只要保持在大约2200个小时 至2300个小时的水平 我相信它的业绩都不会差对 那这个就是那个利用小时的变化 那另外看它的发电量来说 那你见到其实从2011年到现在 都是有个稳步的上升的 除了2014年就好像有个轻微的下跌 那发电量的上升就取缺于两个因素 那第一就是刚刚我们都说过 那个装机容量 它那个发电的基组是不是有个增加 那见到是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也都刚刚提到的 就是利用小时的变化 那如果你在这间公司的层面 装机容量在未来这一两年 保持有个400至500MW的增长 那同一时间见到气风限电问题舒缓的 利用小时都能够保持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那我都相信它的发电量 未来来来说 都还可以保持有个好的表现 好啊 刚才Jason你也有提到 其实新的绿色能源 它的装机就不算多 但是它的利润率就可以说都挺理想的 因为我们这一版都见到 可能就对比一下同学 就以2017年的风电利用小时来计 新天绿色能源同比辩幅 有差不多9% 利用小时的时数有2400 是可以说跑赢了同业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 还有还想多问你一点点 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项目 就是2018年首季风电发电量 看到其实新天绿色能源 同比辩幅都有差不多四成 又是跑赢了同业的 是不是都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有一个很好的启示 或者一个指标给大家呢 是的 那我们先说去年那个利用小时 你看到好像农源 云恒生能源这些比较大型的风电股 其实都不错的 你看到岸年来说都是有回升的 但是它们去到利用小时 都是大概2000个小时左右 但是唯独就是新天绿色能源 刚刚都说了 它去年那个是利用小时 去到接近2400个小时 是相当之一个高的水平来的 那本身就由于它的风电场 都集中在河北省 或者接近去八成的风电机组 都在河北省那些地区 那我们看回在这个省份 本身那个气风限电率 都属于全国来说是偏低的 大约是7-8%左右 那比起全国都说是超过10%来算 那河北省本身那个气风限电问题 就不算那么严重的 那所以就令到它利用小时 其实就不单止是去年的 其实过去的5-10年 那它那个表现都是跑赢 就是全国平均那个气风电场的 那至于在刚刚昨天收市之后 去公布第一季的发电量数据 那也都是成为了今天去股价之所以 大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都见到去第一季 去total的发电量 那岸年的升幅都有接近是四成那么多 虽然你可以说在比较华电复生 比较大同新能源 它不算是特别高的 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你比较到龙头那两只 龙源电力或者华能新能源 其实它这次的表现 都是有个相当强的优势在这里 而且大家都可以明白到 如果发电量第一季升那么多 也都是代表着这一段时间 它那些风电场的利用小时的数目 也都是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所以就由于这一个因素在这里 而且大家都展望去到 今年第二季打后 整体它的表现都能保持到 所以就令到今天它的股价都升了上来 除此之外看到那些风电 都可以说会否受惠到国策的故事 看到近年国家其实都很关注 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 我们下一版就看到 在三月底的时候 国家能源局都出了一些政策 就叫做可再生能源电力配合 和考核办法 详细到底是什么呢 Jason可以帮你介绍一下 这个要说多一点 因为本身见到国家能源局 其实在之前这么多年 每一年都会出一些新的政策 就希望可以股大新能源的发展 这个所谓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要求不同省份的电网企业 或者一些配售电的企业 甚至本身一些工业 就是工厂 如果是自备发电机 或者自备一些燃料发电机的话 都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给一个额道理 你就要去到consumer 即是销納一定比例的一个新能源 这个也是定了一个标准的 例如以河北省为例 它在2018年至2020年 它是一个叫非水力发电的 在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上面 都要去到10.5%和13% 也都是反映到国家都希望利用这个制度 鼓励或者强制要求一些电网企业 接下来都要买多一些风力发电的能源 或者一些太阳能发电的能源 同时也是推出了一个所谓可再生能源的证书制度 假设某些配售电的企业 撕不到那个quota 到最后发觉它是不达标的话 它都有个办法可以避免一些惩罚 就是要购买一些所谓替代证书 它跟谁买呢 就是跟一些本身是达标的公司 例如一些大型的电网企业 又或者跟一些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企业 一些发电厂来买 当然如果要买的话 就要额外付出一些代价 相反地好像这一类生产六星能源 这些风电的发电企业 他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证书 来做一个出售 形成一个叫做新一些的收入来源 如果看回这个政策本身的意义 一来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促进整个风电能源的消纳 降低气风限电率 其次也是相当关键的 本身这些风电企业之前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在一个补贴上面 很多时候都不是能够即时拿得到 就是觉得说要补贴你的电价 但是往往那些补贴 都要等两至三年才会发放给你 但是这个政策底下 由于本身的电网企业 有责任就跟你的电厂买一些风电 在买的时候 其实都变相是要给补贴 就是由电网上给回发电企业 所以就令到那些风电企业 未来在那个补贴的流转上面 或者补贴金额的回笼上面 都可以有个加速的效果 好 看完那些风电业务之后 就和大家下去第二个利好因素 就是天然气那方面 第二个利好因素 Jason觉得是天然气业务的业势 就超过预期 有图表就看到是集团天然气的销量表现 其实由2007年至2014年间 这几年间 他们的表现都可以说是稳步上扬 不过去到2015年和2016年 就有个明显的下跌情况 但是去到2017年又有一个攀升 当中看到2017年的零售方面 零售的客户更加急升了差不多1.75倍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Jason 首先问了你 为什么2015年和2016年会急跌 还有2017年为什么有这么强劲的升势 还有当中为什么零售的表现会特别好呢 在2015年之所以的燃气销售跌 就不是说只是这间公司的 其实整个行业都是面对着 天然气的需求有一个减弱的问题 当时就是由于国际油价都跌得比较多 油价跌的话 变相就令到一些石饭能源 例如石油气或者燃料油 成本便便宜了 对于一些工业用户来说 他们就自然希望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能源 就用多了石油气 用多了燃料油 相反就是说天然气的价格上 没有那个竞争优势之下 就令到需求量是有个几明显的下跌 直到你说去年来说 大家都知道油价由低位弹上来都弹得几多 变相亦都带动天然气方面的用量 二来就是说政策上不断之前都说的 就说很多地方现在都推动一个煤改气 就不让你们再去到消煤了 反而就要用多些天然气为主 令到天然气的销售量亦都提升 所以你看回其实去年很多天然气分销商 就是之前都出业绩那一段时间 看到好像新路能源 或者是华云燃气等等这些天然气公司 那个业绩出来都相当之英俊 他们那个天然气的销售量 亦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升幅 这间公司都不例外的 虽然天然气大部分的销售都只是集中在河北省的地区 但是既然销售量往年都升到接近七成 都属于同业来说是比较高的一间 好 看完销售量之后 当然也要看天然气管道的长度 我们下一版就会看到 天然气管道的月长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越多人用 因为可以接驳给更加多的用户 看到2016年大约是2184公里 但是去到2017年其实有个明显的增长 增加了超过900公里 去到3088公里的软较 2016年为止多 我想问你 Jason 其实他们本身有没有特别target 是接驳去哪些用户 或者哪些用户是占比较多的呢 看回他们本身都有分居民用户 以及一些工业用户为主 工业用户都特别是 给一些河北省地区的玻璃生产商 他们在零售定价上面都fix了 基本上即使你说门浸价格升 他们都可以收回特定一个的母理 当然你看到管道接驳越来越长 代表着他都开拓一些新的地区 当然都可能在河北省的 但是河北省这么大 可能他现在都偏向 针对一些可能是三四线 或者四五线的那些城市 就为主 因为一些比较重点的城市 好像石家庄那些 基本上大部分都薄了 所以现在就要开拓一些更加偏远的客户 当然用量提升 或者用户的提升 是会帮到他的消息量增加 但是同时间由于本身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客户 他们的消耗能力 或者利润的能力不是那么强 所以变成他们在受气的价格上面 都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这方面都可能会拖累 他的那个毛利率方面的表现 但是无论如何 看到公司在管道的新增接驳量 是多了这么多 可以预期到今年 整体的天然气的销售量增幅 都应该会不错的 好啊 接着我们就和大家看第三个理好因素 就是在估值那方面 看到其实新天绿色能源的股价 都可以说不断向上 但是PE又好像不是很同 股之间不是很到 又没有什么样升 是不是都和他们的盈利 本身不断增加有关的呢 J先生 是的 本身就大家可能觉得一个股价在这一段时间 都升了这么多上来 那现在你说再推价 再叫大家买 是不是说在高追呢 是不是说就等于他现在很贵呢 那说一间公司他贵不贵呢 就不是单看股价 是不是说升到高位的 即使你说见到他股价升到高位 但是图表上面显示这个的市盈率 就是一个PE 我们分析股值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其实现时呢 都是属于近这几年的低位来的 就是8倍多的PE 比起过去的5年 平均都11点几倍PE来说 都还有个多明显的折氧 就是你看看他现在的PE 比起15年16年年初那段 都还是说为之便宜很多 主要原因就是说 本身他的股价升 就是来自他的业绩的带动 就是刚刚都说过去年盈利 增长有七成多 所以即使你说股价升了 好像一个double上来的 但是由于盈利都同时保持到 一个这么强的升幅 所以在那个PE上面 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扯高度 所以如果我们看股值的分析 行量贵不贵呢 我自己觉得他现在8倍左右的PE 比起历史平均值 又或者比起其他新能源的公司 其他风电股 他就不算真的很贵 所以我觉得在现阶段这些位置 仍是值得去到吸纳 都算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没错 接着我们就看了利淡因素 看到有三点列出来 我逐点和Jason谈 首先说了第一点 Jason 说了毛利率 我看到你提到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业绩的时候 2017年不记忆的业绩的时候 都有提到毛利率有下降的情况出现 未来是否这方面都会继续受压呢 天然气业务都取决于 运内地的天然气供应的问题 特别像去年第四季 入到冬天之后 很多地方都说要用天然气 但是到最后就不够气 就出现一些气方的问题 令到那个天然气的门阵价格 或者LNG的成本价都扯得很高上来 变相对于这些天然气的分销商 在采购的成本就增加了 但是同一时间 你说你卖那些气给客户的时候 又不是说即时可以加到价 就令到毛利率会有一个短暂的售压 所以你说今年的毛利率能不能够 可以避免再有一个很明显的收缩呢 就要看回来内地方面 天然气的供应可不可以稳定一些 特别像现在一些非peak hour 或者可能去到夏天来说 容器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大 我都相信今年上半年的毛利率 可以有机会改善 接着就看同一版的第二点 就是补贴方面 我知道了 之前这个风电新装机 就会有些电价的补贴 接着这个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呢 其实在过去那两年 都见到内地的风电新增装机那部分 上网的电价补贴都不断调低 甚至乎现在都传到2019年 打厚那些才再新增的装机 就直接是连一元补贴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会对于整个板块来说 会有个压力 或者当你没有补贴 要靠或者买一些刚刚说的 绿色证书 去到赚取那部分的收入 是不是说可以完全是彩补得到呢 这个都是一个变数 接着就讲到第三点 就是看到集团的负债都挺高的 高达168亿元的人民币 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风险 大家可能要留意的呢 是的 本身风电股最大的关系 就是它的capx 就是资本开支 每一年都很大 而且由于它刚刚都提到 补贴方面的应收帐都很高 不是说立即收回一些钱 就令到它们的现金流会经常面对压力 令到它们每一年都要额外去到借钱的 那这家公司它现在只负债168亿 那你计算它的nec gearing 就是负债对权益比率 都有接近是160%的 都属于是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你说未来当 如果那个是内地的利率方面是上升的 那它要再借钱 要再融资 那可能是那个利息的成本上面会增加 甚至乎如果你说当个股价 是真的再升多一阵的 那它觉得股值是比较高的时间 公司不排除都有机会 会用一个批股 或者配股方面的方式来集资 那到时对股价来说会有一些震荡的 好 最后就问你的投资建议 见到新天绿色能源 今天就可以说抽升了上来 今天中午收市价就是2.57 那Jason 你的策略又是怎样呢 那这只股份我就会将它界定为一只 叫做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股份 那见到股价也都会相当波动的 就是它一升可以能升一成不出奇 那但是你说它跌的时候呢 那一天你说跌4-5%也都是很狠的 那所以就预了本身这只股份是属于高风险 那要买呢 那在注码上面都不要说真的太过进取啊 那也都是以一个中短线的部署为主啊 那现阶段我觉得可以让股价回一点点 去2.45%这些位置呢 就去到买入 那一个中短线上网目标价呢 会往上去2.25%的 好 谢谢Jason你的分析啊 那我们就会继续和大家留意着 新天绿色能源的走势的了 那都和你申报了 刚才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吧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吧